目前看起來 同學比較多填寫的就是 那個程度部分的話 好像以入門者區多有五個 然後另外就是進階的話有三個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但是我會希望因為你們這門課程 其實應該最好是能夠具備有進階的這個程度的話 來上這個課會是更適合的 那所以如果假設你是選了入門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那主要就是說回去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練習 另外的話呢 假如有一些地方我可能講的比較快 那我把它錄影下來 你回去可以再把你可能聽不太懂的部分 再重複聽 因為程式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基礎說真的很容易就會覺得很難 而且可能有些地方可以是盲點 那程式是這樣啦 只要你不要打錯字 基本上要把程式放出來都不是問題 最怕就是說 你可能有打錯這個程式的這個問題發生 另外的話呢 也是有函數總共有幾個 基本上的話呢 根據官方說法 總共大概250到300之間 其實它主要是250幾個啦 那因為 新的版本 會不斷再增加函數 OK 但是呢 那250幾個其實就代表有250幾個解決方案 那當然呢 有一些畢竟還是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就是自己要 會寫VBA 不然的話呢 有些功能就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話 變成 要不呢 你就找人家幫忙 要不呢 就是你要土法煉鋼 OK 那土法煉鋼永遠就 我是覺得緩顧忌其 尤其是 假設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那變成你每天都在土法煉鋼 那真的是效率非常低落啦 OK 除非說你們工作其實沒什麼 就是 競爭力沒那麼大 或者是說 可能老闆也沒關係 那當然 立當別論 可是如果像有一些企業 哇 其實它跟其他企業是在競爭的 所以相對的話 如果公司的員工沒有競爭力的話 那這家公司當然勢必也就沒有未來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只要有越有競爭力的公司 他們都會很強調是員工 他們會在那個技能上面的這部分 他們是蠻care的 像我知道台積電裡面的大部分員工 連行政人員其實都會寫VBA 因為我遇過很多 其實來外面上課 其實很多他們都有大量的使用這個VBA 那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其實主要是因為技能的需求 還有一些興趣 另外大數據分析 那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因為網站上面有推薦 還有從網站上來的 那另外的話 我又把課程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希望課後 也能夠收到那個連結的話 那當然你就留一下mail 那理論上呢 我第一次上課會把那個連結寄給大家 那之後的話呢 我會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會建議這邊有一個那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部分的話呢 就是呢 我會把上課的連結 放在這個論壇 它會自動轉信到各位的信箱 所以你之後如果假設 要接收到每一次上課的連結的話 那其實你就自行加入啦 不過這個看看個人 如果你需要每次上課的這個錄影的話 那你可以自行再加進來 那我們這門課程其實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初階 第二階段是進階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第一階段 講的可能就不會那麼的 算是難度不會那麼高啦 不過其實也已經有點難 因為會牽涉到有關程式部分 那我剛有提到就是說呢 我們原則上會分成五大類函數 那基本上的話 我的上課會是這樣 就是說呢 會先講函數 再進到VBA 中間的話可能會講那個路字去期 不過路字去期基本上 可能我是覺得啦 他的用途有點像是過渡啦 所以其實我還是建議 就直接跟他寫VBA算 因為路字下來 其實裡面就是他幫你寫出來的程式 可是他的程式又很冗長 而且沒有什麼太多邏輯 所以其實倒不如直接寫VBA算 除非說有一些程式你不會寫 那沒關係你可以用路字的 因為路字的話可以拿來參考 那基本上的話有這五大類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我們會先從比較常用的 像是文字跟資料類的函數 然後進到邏輯 邏輯就是一幅啦 邏輯判斷 然後再來就是日期時間 數學應該跟統計的 其實就是跟計算有關的 然後呢 檢視與參照相關函數 那首先的話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原則上講一下我這個 再來的話 有關課程目標大概列幾個 包含就是說 就是初階班的話 我是希望說呢 大家可以藉由這個課程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這點起來滿重要 當然自然就是上班就不用加班 另外的話工作可以更愜意 所謂的切移就是當然你必要有多餘的時間 不然的話 有些人一上班一直趕一直趕 一整天都在忙忙忙忙 忙到下班之後其實就沒電了 有沒有 然後變成說你每天都很忙碌這樣子 然後假日的話呢變成好像你有沒有辦法 變成說你放假好像就一定要在假日 好像有點是一定要睡到飽 因為平常太累了 再來就是說呢 培養這個VBA的專業技能 因為現在我發現其實還滿多的公司 都會要求員工一定要會VBA 不管是新進員工也好 或者是說現在在 在職的員工都會被要求 所以其實也可以增加你的這個所謂職場的升遷 因為如果比如說有一個職位 有這麼多人要搶升遷的機會的話 當然呢你要看你有沒有能耐 那其中哪一個人會VBA 就POMO那個人 那當然你要能夠證明 其實他還有賺轉職的籌碼 像之前 我知道有外商公司之前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因為學了VBA之後 然後就公司好像就給他加薪 而且加薪的幅度還非常的大 但是他變成說他是一個小主管 他變成要代底下人 OK 做什麼呢 就是教他們怎麼寫VBA 然後去協助其他不會寫VBA的人 為什麼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會 然後呢在工作流程上面 這個提升效率的話 那自然而然公司的競爭力跟效率 就大大提升了 OK 那其他還有像轉職 只有同學說工作太輕鬆了 我想說可不可以再換一些 我就說其實可以啦 但是前提你要夠本事 OK 因為真的有些同學 每天就是因為事情都做完了 很愜意 所以他就有時間繼續練功 就把VBA練到某個程度之後 於是他就想要轉職了 有沒有 蠻好的正向的循環嘛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課程目標大概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 至少你要熟悉以上內建的喔 內建的至少250幾個函數 然後呢因為函數這麼多 不是叫你背喔 而是理解 因為呢函數的使用方式 其實大部分都蠻固定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函數即便我沒用過 但是我一看他的相關說明 我只要給他對的參數 他就會給我對的結果 那就OK了啦 那另外的話 如果這個 以色內建的功能沒有 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寫VBA 那寫VBA主要會有兩個啦 一個是SUB SUB對應到的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按鈕 如果你要寫什麼按鈕有沒有 你就寫SUB就可以 那什麼是Function Function的話對應到這個 其實Function的話實際上就是函數的意思 那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以色內建的函數 是已經他提供給我們的 那如果說他裡面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自訂 也就是說呢 他裡面250幾個 你找不到的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寫出來 這是有點像量身訂做的 OK 所以呢 VBA主要可以做這兩件事情 做按鈕 跟做什麼 如果內建函數沒有的話 我可以自己寫 那其他還有像錄製去期 還有像編修VBA的一些程式 那VBA程式對同學來說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雲端上其實有標準答案 所以如果你假設寫不出來 沒關係 我是允許你可以先複製貼上 但是不是說貼了你就是這樣就OK 可以讓沒關係 但是請你把它delete掉 自己呢重新打過一遍 如果你自己打過一遍也OK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有跟上進度了 那當然程式不會一下子寫很多 會寫一點點 一點點越來越多 OK 那等到你會了之後的話 其實慢慢你就會懂得一些變數 回圈 回圈就重複做什麼事情 邏輯 邏輯判斷 那慢慢的話呢 再跟什麼呢 跟表單設計啦 跟資料庫啦做結合 甚至的話呢 比如說你每天都要抓網路上的資料 甚至可以把Excel拿來當這個爬蟲來用 OK 但是這個後面我們再看 那進階的話呢 甚至可以做更多的 比如說多工作表 多工作部的相關應用 甚至的話可以結合樞紐分析表 做視覺化報表 甚至還可以跟Python 其他程式做協同應用 這個大概是一個目標 那首先的話呢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當然你要找到我的資料其實還蠻容易 你在Google或者YouTube上面 其實要找到我的相關文章 或者我的相關的教學影片 其實非常 尤其是以Excel VBA相關的 然後我的簡歷大概說 就是Google的話呢 如果你Google吳老師教學 當然我一定是在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YouTube頻道 目前的訂閱人數大概3.7萬了吧 這個是之前舊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曾經有創業經驗 OK 也拿到獎項 然後其他的話呢 在一些學校 目前擔任教職 就是堅任一些教職 主要是把一些經驗到學校去做分享 OK 然後其他大概是 也在企業做一些內訓的工作 比如說像一些受險業 或者是證券業等等 那 也拿了一些獎項 這個大概就秀一下 OK 其他的話呢 那我的證照也蠻多 大概證照大概30張左右 我跟電腦有關的 再來的話 參考用書 我是建議啊 因為坊間裡 是有VBA的書籍其實還蠻多的 你們到成品啊 到什麼鳥屋書店啊 其實都蠻多的啊 我是建議 反正你就是看 但是很多時候有個問題 看了之後你未必做得出來 我發現很多人喔 買書回來看一個問題 看都看得懂 但做都做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插一個步驟 做不出來 你就是有問題 而且有的時候喔 書上講的 其實跟實際上做的 有時候還是有個落差啦 所以喔 我們這個課程 主要是希望幫大家怎麼樣 我做給你看 你有問題馬上問沒關係 OK 大概是這樣 而且我會跟你講說 可能每一種情況 怎麼樣去做變化 會是比較好的 也就是說方法很多個 那我直接告訴你哪一條是捷徑就好 你就不用在那邊自己摸索 因為我發現喔 其實當你自己買書回去看 其實也是可以 只是說呢 相對齁 如果你的時間不是很多的人 其實說真的 你可能還不如我乾脆直接跟你講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其實買了很多書回去看喔 我倒不如我這邊做一堂課 我大概就知道說怎麼去做 OK 不要浪費時間 那其他的話 像這些書籍 你們可以把它稍微看一下 包含就是 這一本的話 468招 裡面都基本上講函數 的一些相關範例 OK 那底下這兩本的話 就是教你VBA怎麼使用 底下這本書其實 我覺得還滿 他這個書名其實還滿誘人 就是一件稿定書的報表有沒有 那這樣其實理論上也是這樣 我們的精神就是說可以快速的處理很多的資料 那後面的話呢我們基本上會按照這樣的步驟 總共五大類函數 然後講完函數之後 再教各位比如說聚齊 VBA 其實同一個範例 其實可以有很多種解法 那你們可以按照自己實際上工作需求 你可以去挑選 盡量是哪一種方法 是最有效率的 OK 沒有說你一定要哪一個方法 比如說簡單的事情 如果用Excel簡單函數就好 你就把它函數解決 但是呢相對比較複雜的 函數太沒有效率了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可以寫VBA 所以喔 簡單的事情Excel OK 但是複雜的事情 可能就是要交給VBA 這個可能要有概念 所以為什麼你要學一些程式類的東西 主要是因為現在的環境 資料的環境太複雜了 你會發現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料量 但是現在一天產生的資料量 可能就是一年的產生資料量 那你怎麼可能用人工來處理 所以喔 緩不計其 那你要用對方法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 我們就會先來看文字與資料類的相關函數 所以呢 待會請各位幫我開啟 這個我們的範例檔 你把它解出來 第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先思考一下 怎麼去利用我剛剛講的REPD加LEN 那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這邊練習 什麼叫REPD 這邊有一個工作表 那所謂的REPD是重複幾次 哪一個字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 我把這個放大一下 寫放大一點點 比如說我要重複幾顆心 它的邏輯是 如果銷售量有達到100筆的話 給一顆心 所以這應該幾顆心 應該一顆心吧 當然不是叫你Ctrl C 一顆心就Ctrl V一次 那如果這個呢 這個不足的話就捨去掉 那這不就兩顆心就貼兩字嗎 OK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它自動重複這個心 那這個心其實也是一個字 所以首先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什麼呢 找到你要的那個類別 那基本上今天要練習的函數 基本上都放在文字裡面 OK所以請各位找一下文字裡面有沒有REPD 欸有找到了有沒有REPD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參數有兩個 一個是文字test 一個是number times 就要按確定喔 什麼字 就這個字 重複幾次呢 number times 158次嗎 哇158顆心 不對啦 我要除100 那因為除完之後的話 它的結果應該是1.58 那因為星號沒有小數點這個東西 所以它產生就一顆心 按確定 那當你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呢 你REPD的這個心有沒有 它的位置剛好在C1的位置 所以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1會變成2 2會變3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透過向下填滿這個動作 有沒有 C2會變1嘛 再向下一個就變3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1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這個錢的符號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如果你要避免什麼 避免就是你當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這個裂號會自動加1的問題 你就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好 OK然後把它向下打勾喔 向下填滿 基本上就OK 一顆星 這個兩顆星 這應該四顆星 這個沒有 就一顆星 那這四顆星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 底下的話還有什麼LEN 還有什麼LAPT RITE MID 這個都是 在Essale裡面非常重要的 函數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畫面呢 我先 還給大家